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 真善美整形美容中心的孙国鼎院长 孙院长您好 佳斯科你好 各位观众你好 爱美的人呢都希望呢 自己拥有一个洁净光亮的完美肌肤 尤其是呢如果呢脸上出现了斑点色素沉淀 或者是肤色不均的问题 真的会让人伤透脑筋自行性大减 那现在市面上呢 虽然也有不少的除斑净肤疗程和商品 但是呢如果选择不慎的话 很容易出现太过刺激或者是反黑的情形 那我们这边请问孙院长 是哪一些因素造成除斑后会造成反黑的反效果呢 那传统治疗的现象的确比较常见一点 这个传统治疗分成三种方式 这个激光 换肤跟叉药 那传统激光呢是热量比较高 结扎它机会比较高 红内比较多 所以这个反黑机会就会有 第二呢患肤呢 传统患肤用强性患肤的话 或者强性酸性患肤的话 这红的现象比较厉害 那反黑机会也会增加 那有时候插药呢 虽然比较简单 也比较安全在家里使用 可是呢 插药花时间 的确会花比较久的时间治疗 因此呢 大家都在寻找一个比较快速的 但是呢 不反黑也不红的这个方式 来改成那个斑点斑块 以及这个美白的现象 那我们这边请问孙院长 有没有一种呢 快速温和 然后有效 但不会反黑的 除斑疗程呢 有一种技术 我们研发的叫做Rapid Clear 这个中文可以简称为 这个快速进解法 这种技术呢 是一种综合性的技术的方式呢 以这个不反黑 也不红 也不酸性的方式 来同时做两个事情 第一 用多频激光 以低温的方式来 很温和的摧毁的 中层的这个黑色素 斑点跟斑块 同时呢 用非酸性的换孵的方式呢 来剔去或弹掉 上层的黑色素 这样来就可以达到 改善斑点斑块 以及美白的作用 那这种技术呢 我们首先是用这个 非常低温的这个方式 以这个多频激光 把黑色素 慢慢的分解去除 所以这个渣渣性上 非常非常少 因为温度很低 而且多 就使用不同种的频道 所以这个反黑的机会 非常非常少 因为红的非常非常少 第二呢 同时之后呢 治疗完之后 同时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来做一种幻肤 这个叫Glopil 所谓简称的这个 亮丽幻肤 这种幻肤跟传统幻肤 也是不一样的 它是不酸不辣 不烧不红不热 跟传统方式刚好是相反 那治疗完之后呢 我们的效果来得 也非常非常快 通常一两个礼拜 皮肤就比较不黄 斑底也开始减少 斑块也比较淡 这个治疗 与其他的除斑老程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治疗方式 最大的特色是如下 第一 这个比传统激光来讲 低温很多 这个反黑机会 非常非常少 这个是很少见的 这个反黑的现象 这个是最大的好处 安全性高很多 第二呢 跟这个患肤来讲的话 当然这个里面 我们做的治疗 是用非酸性 所以是跟传统酸性患肤的话 是不红不热不辣 传统患肤 刚好是相反 红酸辣热 所以这恢复期非常非常少 第三呢 这个比叉药速度来快多了 叉药当然虽然简单安全 在家可以使用 可是叉药通常 往往等到八个礼拜 到十个礼拜才有效 那这个治疗呢 比较迅速 就是特色呢 就是一个迅速 而且是一个低温的 而且不红 不反黑的一个治疗 所以蛮适合 很多人使用这个治疗的方式 谢谢孙医生介绍 这个独一无二 有高效的快速解击法 快速解击法呢 不仅能能够有效淡化黑色素 击退斑点 还能让脸部呢 恢复光泽 然后呢 想要拥有这个动人亮丽的 这个无瑕的肌肤 不再是梦想 谢谢孙医生 谢谢 谢谢大家